哈囉 其實今天我們想要讓大家來實測一下 從台北市 從台北車站 到ZAPP這個場地 我手是怎樣動嗎 搭上台北車站這邊的市場捷運線 普通線 對 一定要都普通線 就可以很快速又方便的 帶著一個愉悅的心情 就修捷就到了 所以我們就帶大家實地走一次看看 來 吃飯 補充的啊 送送 某個重要的什麼 卻無法用 便宜形容 是男人的泪流 你說過 結局不止一種 這生命 多自由 幾分鐘?15分鐘? 0.23 6分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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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分鐘 13分鐘就到了 所以從台北車站來 只要3載 很快 走過去也很快 距離真的超級方便 漂亮 這邊也可以 那邊也可以 這裡有很多建案啊 大家也可以 下午的時候 晚上觀光一下 哈哈 賞完屋看表演 真的 到了 又前面那個 到了 走路大概 半五分鐘吧 嗯 今年8月開幕的 一個新的廣場 裡面好像有很多吃的玩的 早上先來賞個 然後下午來賞個車 然後晚上 來跟獅子拍拍照 也不錯喔 哈哈哈哈 所以大概25分鐘 就可以 來到 ZAM的 這個紅會寡廠場 而且我們是 邊走邊晃 對 我們來聊天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動線 可以到會場 其實建議走手不提 是比較機動性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的電梯也可以 所以就是 請願走手不提 我去搭電梯 有 蕙婷剛剛不是說 他建議走手不提 然後他竟然去搭電梯 好 陳惠婷為什麼他要去搭電梯呢 因為他怕手扶梯的干擾太多 就是一上去 哎呦怎麼這個也很好逛 然後跑出去逛 這個就是 可能會晃太久 會到不了 還是去坐電梯 對對對 這邊的電梯有怪 像這種實體 激素樓層的 這不適時的 我們要去八樓 你往前走 就算只剩我 穿越多少光年的孤獨 I still love you I still love you 欸 有另外一組 他沒有放啊 他們可能去逛街了 手扶梯又會比較多 那時候大家就會從這個 這個大門 我們表演的地方在八樓 嗯 所以 你可以在七樓吃飽 然後 再去八樓看鼓勵 或是你看不到一半肚子餓 下來吃一吃 再上去都很不錯喔 雖然大家現在看到 我們大家電梯是比較快 但這是假象 因為你要想想看 到時候應該會有 週末的人場 所以還是大家手扶梯 機動性高 欸結果是會停比較快 當然啊 因為他們沒有去逛 逛東逛西的啊 樓上有那個 什麼熊的 PIMIKA的那個熊 搶完屋 搶完車 買完iPhone 再上去 夾個幾個娃娃 ZAPP很厲害的就是 他們的置物櫃專區 如果你有曾經有去過 日本的Lighthouse 或是日本的音樂器 去看別人的話 就會知道他們的 那個置物櫃超級專業 你看 絕對沒有在 任何Lighthouse 可以看到這麼多的機器 買完之後就是 光丟進去 然後就進去看表演 你看 看這個地方是太少了 哇 欸太寬敞了吧 到時候呢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去年 天母演唱會 那時候擺的那個 TZ Bag的那個燈 門口的 右手邊 這邊 那時候有周邊商品燃燒 是的 重上等級 對 周邊商品 準備來開箱 日本原裝進口的Lighthouse 走 哇 哇 超大的 據說這裡冷氣 很涼 就我想這應該是 不怕你跳 真的 穿穿色護城河的質感 如果你腿痠了 開會下來是不錯的喔 不是啊 到時候我們會在這裡擺一些 鐵腿休息去 我愛做 我愛做 就是會 在一樓的地方的朋友 就是站著累了 就是可以到後方 進行一個休息的動作 但是那邊就不保證你那個 靈驚的經驗啦 可能看不懂 可以聽 但是就是跟二樓那種 尊爵的VIP席 有什麼可以啊 日本進口壓縮期 非常稀少 日本原裝進口Lighthouse 也是非常稀少 所以大家 何不趁這次的機會 來體驗一下 日本原裝進口Lighthouse 這是二樓的尊爵座位區 我上次有來做 試坐 試坐 現在我們要換一個視角 上去二樓看看 走 跳不出去 什麼 已經搶先購入二樓VIP 座位期的朋友 IMAX戲院之類的 有一種規模 然後你就這樣子 然後再看 不能當作看電影啦 這是演唱會 這次大棒很棒 視野真的很好耶 移植座椅 最後一排最角落的地方 但是從我的方向看過去 一樣是想都看得到 難怪大家都要搶二樓 據我所知好像座位去 禮拜六的賣完 禮拜五的 算是 在清票中 零星的幾張 所以你有搶到二樓座位區 你真的是 運氣不錯一點 這次我們是 跟一個新的場地合作 想說特地讓大家了解一下 包括從交通開始 然後到場地的整個樣 樣態 還有包括他的學童 是 疫情期間不能去日本 那就直接來日本的場地 看表演 其實這邊他標榜的就是 他的整個音響系統是 真的蠻高級的 然後我們其實有來試聽 那個聲音的部分 就是嚇死人的厲害 他上面的燈啊也是 其實是他原本的標配 就燈其實已經很多了 但是我們為了這次的演出 我們的燈光師覺得 還要再增加 對 因為我們之前的那個 演唱會的燈光師 有入圍國際的獎項 所以以他的標準就是 還要更好 其實我們TB20的20週年的活動 從去年就開始 包括我們剛剛在影片的前面 有稍微透露了一點小訊息 就是重磅週邊商品 要包括那個東西出版完了以後 我們TB20週年的這個活動 才會覺得它是一個完整的結尾 到現在為止發行的三首單曲 其實都是跟TB20有關的 包括吹動生命的風是主題曲 TB2.0是一個精神性的 然後在前陣子發行的 穿越光年的孤獨 然後這三首歌我們會發實體的EP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它就只是一個 好像交差了事的東西也不是 我們還是做了一個完整的設計概念 甚至到時候你拿到你就知道 你可以把它再創作一次 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對於實體這項事情 永遠都是很認真的看待的 所以到時候大家來現場 也可以就是支持一下 那個重磅跟這個重磅 而且兩個的設計都非常厲害 現場也這樣會手慢 而且我們會簽名 就是表演結束之後 我們會留下來幫大家簽名 而且限量 瘦完就不追加 是的 對 基本上我們在XX跟大家講 我們在XX跟大家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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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B一下子 BXXX 去年在天幕 然後今年九月在Lexy 一如何報復 然後所以到最後這個年底的這一場 我們把它視為是TP20的三部曲 也是總結片 是 經營獎的時候我們已經有那個雛形了 就是其實我們還是 跟管弦樂的一個配置一個合作 以前有跟管弦樂團合作的事情 已經是2013年的時候的事了 那隔了七年就是 也想把我們自己的歌 再跟管弦樂團重新的一些搭配 一些改編 所以也會呈現在這次的節目中 然後在這一場之後呢 我們就會是認真的要進入到 所謂真的Teaseback 2.0的時代了 總之是真的很希望大家 12月11號12號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一起享受這個 三部曲最終章的這個美好的經驗這樣 12月11、12到時候現場見 拜拜